低着头全民封宝可梦 但有些宝可梦却是地区限定版 想要全部收服还得先环游世界 游旅游业者脑筋冻得快 趁机推出了宝可梦抓宝行程 在台湾是抓不到的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带领我们的 广大的消费者族群可以一起到国外去抓 主打边玩边收服限定版宝可梦 每周的肯太罗大公牛 欧洲西盘摩偶 还有澳洲的带龙 为期六天行程 费用皆在四万元以下 想要抢工年轻小资族群 另外为了方便抓宝 还免费提供Wi-Fi机 以及部分的景点接驳交通 电版的怪兽应该是不一定抓得到 不过据我们有从网站上面了解 抓到的机率还蛮高的 不过面对宝可梦庞大商机 有业者仍持观望态度 要观察抓宝风潮是否能持续 也建议玩家 趁着9月到11月旅游淡季 可以更优惠的价格 享受抓宝乐趣 对旅游来说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马上就嗅到 跟毛红梦可以结合的商机 全台封玩Pokemon Go 旅游业者抢赚宝可梦材 专属行程只为了抓宝 还要看民众买不买单 记者万千华黄家伟 台北参观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